记者黄淑丽云林报道,浊水西阳城,风飞沙严重,加上空气品质恶化,云林西罗文昌国小率先在教室设置空气清净机,空气净化效果不错,云林建议员李明哲建议,建府从空屋基金提拨经费逐年在浊水西沿岸学校的教室设置气密窗或空气清净机。 每年秋冬到隔年春天,东北季风期间浊水西沿岸西罗,二轮,伦北,麦辽等乡镇居民饱受阳城,空无威胁,今年引雨量少,浊水西裸露的扩大,阳城问题更严重。 前天伦北时光国小策站策德悬浮维利一度达每立方米1600多维克,创下这几年新高。 李明哲表示,前天他到二轮一处桑家吊宴,站在灵堂前与民众谈话,猜一下子一旁的桌子竟覆盖一层细纱,连衣服也卡了一层纱。 李明哲指出,县福每年从空屋基金中花不少钱做阳城防治工作,但都是做调查,监测,洗扫,宣导,结果只是让民众知道阳城污染状况并没有实质改善作为。 李明哲说,灼水溪阳城药根本改善还需一段时间,在污染源没解决前,建议县福每年从空屋基金中提拨30%经费,针对灼水溪延建各乡镇学校教室设置气密窗或空气清醒机,让学生可以在清新环境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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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